在成立大嶼山保育基金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可自作大嶼办事处 同时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努力 我们在去年12月至今年年初 接受首轮的申请 反应是比预期踊跃的 首轮申请一共我们批出了18个项目 主题是涵盖自然和文化保育的不同范畴 当中包括不同的生境和生物 也有乡村、传统、历史和文化等 项目是遍布大嶼山的南北面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为了给公众了解各个获批的项目 我们就特别举办了这个展览 首先想请教主席你 在大嶼山保育基金咨询委员会 究竟是基于什么准则来审批各项目的申请 第一是看项目是否真的对大嶼山保育有贡献 第二是看计划书的质量是如何 第三是看项目倡议机构有没有能力完成的计划 最后就看看财政预算是否合理 这个有没有原创性等等 我们也要考虑 第一轮的申请那么成功 我们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踊跃来支持大嶼山保育工作 来到今年十二月 我们有下一轮基金接受申请 希望大家继续踊跃支持 到时又要拜托委员帮忙 我们这个project从索水口 其实有三部份 有历史建筑的修复 和文化保育 再是由村民主导一些合作社的项目 听到原来大嶼山保育基金 就是又可以申请 管理协议里面有一项 就是可以保育一些历史建筑 我们建筑系就由这个角度去入手 刚好村民他们也有个意愿 保育或者活化成村 我们的策略其实是修复旧建筑的 其中一间石屋就是金字顶 其实是三级历史建筑 我们会在里面修复 令到村民可以用来做生活文化馆 另外有一间叫和寮 真是非常小的构竹物 当时他们还耕田的时候 就需要这些和寮来摆一些农具 或者是储蓄一些和港草 我们就将它修复 村民就可以做一个农耕的合作社 讲一些以前的故事 或者是伏耕的概念 或者带大家去田里面再看看 所以是见证到水口以前 就是有人做农耕的 大约在四五年前 我们就进了水口 去收集水口的村民的故事 也拍了一条纪录片 主要是在水口村的婆婆 讲他们唱围头啊山歌的故事 这条村有三百多年历史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再做多一些研究 因为现在资源多一些 时间又再充足一些 所以希望在水口村的文化 历史各方面 可以做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收集更多水口村村民的故事 其实很值得记录下来 很值得告诉更多人 这条村是几百年历史了 以前一男一女 就是我唱这篇 你要还回 有唱就有还 唱歌仔唱歌年 想处老婆没本钱 打了椅子跟妈妈说 妈妈不胜又一年了 收盘不穿钱 简附住路行 因为其实他是口耳相传的 这些工作都是要快些做 否则就消失了 那些记忆 还有两个星期 在12月19日 就是我们在 完成了选举制度之后 第一场立法会选举 和发展局息息相关的 是有三个功能界别 分别是工程界别 建策规员界别 和地产及建造界别 这三个界别 都有多一个候选人 未来会是相当竞争性的选举 最近我见到业界的朋友 都会提醒他们 在12月19日去投票 尽他的公民责任 选出代表业界 真心为业界服务的议员 希望大家 12月19日 为香港 为自己 投下重要的一票